美军在东西德边建造麻烦 俄与东德全面备战下的美国撤退 俄罗斯人向来喜欢用武力手段来震慑对手 在1961年东西柏林交界地区的对峙事件中 俄国通过进行核试验的方法进行示威 让美国大为恐慌那次事件是仅次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一次事件 事情是美国人先挑衅俄国当时在华约阵营的西部 东柏林地区戒备十分森严修住了柏林墙 查理检修战士柏林墙的一个通过口 当时驻西柏林的美国代表团的一个官员 要去东柏林参加会议 被东德的士兵拦下要求其出示证件 不过该官员提起火爆 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敏感地带 用德语大骂东德士兵双方还发生了推丧 但是面对东德士兵的枪口美方还是离开了 不过却放下了狠话 该官员离开后立即给美国的部队打电话 还说遭到了武装挑衅 美军下令派出了两个坦克连到检查站附近 并要求部队进入备战状态 美国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俄国 也当即派出坦克营进入东柏林前线 两国针锋相对 当时整个地区进入战斗状态 一不小心就会引发新的战争 双方谁也不愿意撤退 毕竟示弱的一方会比较丢脸 这也是冷战时期非常危险的状态 当时东德方面已经铺设了地雷 也让美国为首的北约下的部侵 最终撤军